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在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单元 我们要带您了解有趣的生活知识 我们都知道用微波炉再加热一些食物是非常方便的 但如果是把一整颗的鸡蛋放到微波炉里 恐怕就会有爆炸风险了 背后原理到底是什么 带您一块来了解 微波加热便当过程中常常听到啵啵的爆炸声 尤其是蛋跟肉还会喷溅的到处都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物体有它有一个封闭性的时候 内部一定会存有一些些气体 那这个都是比较不建议去用微波 原来微波炉加热原理就是利用电磁波 让食物里的水分子振动产生热能 因此含水量的多寡也会影响加热效果 微波炉在加热的原理是让电磁波穿透食物 然后让这个里面食物里面的水分子 就是快速的转动 那摩擦生热附近的食物分子就跟着加热 所以它就把电磁波的能量转成热的能量 但是当食物里的水分过多又鲜少空隙时 拿来微波就容易爆炸 最明显的就是生鸡蛋 我们特别做个实验 把生鸡蛋放进微波炉中 没想到40秒后就出现爆炸声响 打开微波炉 蛋呈现半熟状态 还不断冒着热烟 蛋壳跟蛋液更是碎出飞溅 这是由于鸡蛋里的蛋黄和蛋白含水量高 微波加热时会产生蒸汽 但由于被蛋壳包覆起来 没地方释放压力 因此才会产生爆炸现象 这个水分子 那经由微波加热之后变成水蒸汽 压力跟外界的压力不平衡 就是内部压力比较大 所以就往外冲破把蛋壳就是炸开来 其实不只有鸡蛋 像是密封的鸡胸肉 放进去微波后也是出现相同情况 因此专家提醒 微波加热的禁忌食物主要有三类 带壳 带膜 高油脂 像是鸡蛋 无论生的或是水煮蛋 葡萄 番茄 有膜的水果 都容易因为内部压力大产生爆炼 高油脂的食物油脂也容易喷发 另一个危险食物则是水 因为发热原理不同 即便到了100度也不会沸腾 若突然取出恐怕会引发突肺现象 它其实不会拨拨拨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加热方式不是从下面往上加 但是因为微波炉它是从中间往外 所以它其实是不容易看到 就是当你在把那个门打开来的时候 那一刹那 因为压力内外压力会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它那个水就会突飞 它就会喷出来 此外 微波的容器也很重要 一般而言玻璃跟陶瓷最安全 塑胶质的容器在加热过程中会变形 也可能释放有毒物质 因此不建议使用 纸杯和木质容器则容易因为高温而烧焦起火 最重要的是金属类的物品 因为会反射微波 千万别放进微波炉 否则恐产生火花导致危险 金属放到微波炉里面去 一打开之后 就会使得微波炉里面会发生非常多的闪电 微波炉可能会因为功率过高而坏掉 盖着保鲜膜来微波的话 这个食材里面在微波之后 加热之后会有更多的这个环境荷尔蒙 或者是塑化剂在里面 对 所以就是不建议大家 微波的时候拿那个保鲜膜去盖着去微波 至于微波过程所产生的辐射 是否会危害人体 专家表示微波炉使用的是低频电磁辐射 能量跟穿透性都较低 只要保持安全距离 并不会伤害人体 微波炉它的内部本身就是产生电厂的效果 而这个电厂只会对于带电粒子有所影响 而如果你在这个电厂的范围之外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基本上避开眼睛的视线 你距离大概50公分左右 这都是还蛮安全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不会对你 你绝对不会感觉到有灼热感 微波炉很方便 使用时却得当心特定的食物和容器 用对方法才能吃得安全又美味